大家好,我是Eric,歡迎收看今天的影片! 前一陣子,Kawasaki台灣代理引進的新款DX6R 6364我就相當期待 畢竟仿賽是我的最愛嘛 雙周日,Kawasaki的經銷商在關渡自然公園附近的咖啡廳舉行試乘會 我當然不會錯過這個機會,趕緊過去瞧瞧囉! 現場共有四款車可以試乘,分別是Z900、Z900咖啡、忍400和ZX6R 6R真的是非常熱門,幾乎每個人都是為了它而來的 我排了一多小時才配到啊! 報名後,去跟Showgirl拍照打卡就可以兌換一份餐廳飲料 真是相當佛心啊! 等待時去停車場逛逛也是相當精彩 從R3、CB300到R1、ZX4R甚至H2都有 光是上車就大飽眼福啦! 喔 防針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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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第一輛試駕的是這次的目標車款 ZX-6R 636 跨坐上車,發現座高相當輕敏 也幾乎可以雙腳平貼地面 後座也表示坐起來不會不舒服 曾經騎過前一代的 ZX-6R 腳踏位置有種順出的怪 而這代就沒有這個問題了 整體騎姿沒有到非常低爬戰鬥 日常騎乘前比較不會有壓力 試乘路線因為是在熱門的觀光區 路線短又容易被車輛擋到 因此沒有辦法太有深入的使甲 只能非常簡單的體驗 轉速低的時候油門反應就蠻明明的 不過動力在轉速高時才會有限 拉高腳、加速、大腿仿賽的聲浪真是很爽快啊 儀表是我喜歡的直升表搭配夜景顯示目標 轉速、檔位、時速、螢幕了然 這次第二輛只有一輛二輛 快排也沒使用到有點可惜 自動和懸彈系統 因為路線的關係沒有辦法有深入的性格 希望以後才有機會可以完整的騎到這款車 整體而言對這輛新款的ZX-6R636印象是相當好的 類似的譴責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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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